传统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观众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我是李洋 我现在是在海南省的海口市 虽说海口是咱们国家 最年轻的省会城市 但这里的饮食文化 却是博大精深 那您就问了 我今天要给您介绍 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我先不告诉你 因为我先要找到一个神秘嘉宾 据说这个神秘嘉宾 会带我到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挑几样特殊的食材 然后给我做一道 他们这里人尽皆知的家传菜 这会是怎样的一道家传菜呢 海口地处海南省北部 广袤的南海赋予了它海一样的胸襟 热带的气候 给予了这座城市包容的情怀 海口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点 让这里的饮食文化注定是多种多样 而丰富的食材特别的美味 也恰如其分地诠释了海口的口子 在海口人的记忆里 海底时代最喜欢的美食和最热闹的美食 被大年初一的海南斋菜包莫属了 海南斋菜包是海南民间菜中 严守本地食材味道的传统菜肴 也是海口人心目中的传家菜代表之一 为了吃这个海南斋菜包 今天我找到了一位 做海南斋菜包的高手 就是张阿姨 那张阿姨我们今天为什么 先要来这个菜市场 我们要去买斋菜包的料 海南斋菜包顾名思义 所用的原材料都是素菜 这对于当了几十年家庭主妇的张阿姨来说 哪个市场里菜品最为齐全 它是了如指掌 这里是买那个甜菜 哦 甜菜在这里啊 我看一下 哦 栽菜包里的甜菜 对 看 我看跟北方的甜菜不一样啊 冬天才有 冬天才有 对 一直到春节 一直到春节就没有了 春节过后还有一个月这样呢 好 那等会儿咱们要买一点这个菜回去 这个多少钱 豆腐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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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干多少钱 六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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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斤 六块钱 一斤 六块钱 一斤 嗯 这是这个味道 是用那个姜 姜的水 姜的水 是生姜的吗 这个黄姜 黄姜的 黄姜的水泡成了这个豆腐干 对 对 它是用黄色的 看哪里 哦 这是这个 哦 这块 这个就是教头啊 对 对 就是这个 我看一下 好香啊 是吧 嗯 有一个特殊的香味 嗯 以前是初一人吃了是要勤勤牢牢 哦 有这种寓意就是 摘菜包里吃了 还有酱血压 酱血压 对 那它的工材很多 平时都有着卖 嗯 那就是说在摘菜包里有更好的 寓意过年 就是过年吃的时候 对 特别是初一一定要吃的 嗯 我们下面还要买什么 还要买黄花菜 黄花菜 在哪里 在楼上 没干干呢 哎 没有 是这个 对了 这个就是黄花菜干的 这个回家要泡发吧 泡 泡 泡开 泡开然后把这个刀剪掉 哦 泡开起来大大的 一只一只大 抽一一定要有 那这些菜已经买够了对吧 买够了 买够了 咱们就回家开始做 对 咱摘菜包 对 张阿姨一回到家 就按照多年的习惯 换上家居服 然后进行制作摘菜包的准备工作 他先将花生米炒熟备用 然后将粉丝 干黄花菜 腐竹分别浸发 调洗干净 再用热水超过滤干 分别用热油炒匀 出锅前用老抽 微熟备用 水瓶 焦头苗 分别洗净切齐 煸炒入味后备用 黄豆腐干洗净切成长条状 热油略炸 热油略炸上色 再用老抽 蚊制入味备用 经过简单的炒制之后 食材本身的香味被大大激发了出来 现在这是清水已经弄好了 您做的是有一点甜菜的菜叶子里面的那个味道 每一种放一点 那为什么 每一种吃多少放多少 那这个有顺序吗 没顺序 一种一种每一种都放一点 这是黄花菜 这个是黄豆腐干 黄豆腐干 黄豆腐干 就不像他们那么讲究买盘 没有 没有 就这样 每一种放一点 骨竹 嗯 香 好香 清汤的香味很 这个甜菜汤的味道很浓 很香 这个骨骨一定很好吃 好吃 你放这个 这个可以放 再放一点 这个甜的 嗯 这个水芹我放东北都有吧 东北有应该是有的 有 但是为什么不能放泼芹呢 泼芹就有个味道有点臭 每一种 是鲜教头 嗯 每一种放一个面 等一下谁爱吃哪一种 就吃哪一种 嗯 嗯 嗯 再放一点 嗯 这个是 炸的 粉 哦 这个香味已经出了 我的小孩 我的孙子 最爱吃 是啊 嗯 好 差不多了 嗯 好香啊 太香了 是拿 要拿盖子盖 不用盖 不用 那需要在这种 在废水中 滚多长时间 三十秒也可以啊 嗯 现在就差不多了 哦 老妈海南摘菜包 好 已经出锅了 嗯 先吃这个 这是什么 腐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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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鲜啊 嗯 再吃这个 这个 豆腐干 嗯 嗯 豆腐的清香 全都锁住在这个 汤里面 嗯 汤汁又浓厚 好吃 这个水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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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出锅了 嗯 好吃 这个水芹的 它这个 对呀 芹菜包还是很浓的 但是 又跟我们 在 就是平时吃的那种芹菜 还是有一点点些许差别 对 对 就是在别处吃的呢 可能它割了一些什么 香菇啊 哎 各种菌类啊 就它那个 就不菜 对 菜的味道就被那种 菌类或者香菇的味道 给掩盖住了 对 对对 但是老妈这个海南摘菜包 最地道的海南摘菜包 这是传统的 对 最传统呢 它这个摘菜包呢 它就各有各的味道 全都激发出来了 对对 好吃吗 嗯 好吃 对于每一个海口人来说 母亲做的摘菜包 就是年的味道 会令人回忆起全家人 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 其乐融融的春节 这道海府传家菜 并不需要高深的烹饪技巧 需要付出的只是时间和耐心 十余种素菜各自加工 再放入清汤一起熬煮 更好地发挥出各个食材的鲜甜 却又共同缔造出极致的口感体验 对于很多食客而言 这一包美味 已经不再是食物本身 所带来的舌尖刺激 更多的是 对儿时美好记忆的延伸和向往 用最为普通最为平淡的菜品 做成寒意深刻影响深远 而又温暖味蕾的一道菜 这就是海南斋菜包的魅力之处 您知道他这是在做什么吗 炸炸糕? 不对 煎瓷巴? 也不对 您先别着急 接着往下看 他要先把这盘面下到温度在 150度的油锅里炸 看着他里面有热气不停地冒出来 之后他还要在油锅里不停地翻滚这团面 让它越滚越大 有人说这是尖堆吧 但你见过的尖堆有这么大吗 好 好了 不卖关子了 让我告诉你吧 这个就是经过新海府幸福大酒楼 改良后的新型尖堆 叫做吉祥真堆 那今天有多大?量过没有? 这个什么都有50公分了 哦 它是甜的 那它要出锅之后 多久才可以敲它 还是马上就能敲 马上都可以敲了 现在都可以敲了 还能感觉到它的温度 对 有温度 对 最尊费的主人 来敲这个针堆 它是有意义 它的松势的话 就相当于可以把蛋糕不用药了 就拿了吉祥针堆来祝福了 吉祥针堆嘛 就寓吉祥幸福 对 吉祥针堆到财源滚滚来 对 它们每个客人都很高兴 都高兴 对 那我今天也高兴一下 对 敲哪里有讲究吗 敲哪里没有讲究 来 一二 好 热气 还要敲两下吗 对 它里面的热气马上出来了 就出来了 对 哇 来尝一下 什么味道 用手抓都可以了 嗯 吃到吗 很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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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后面的还会有一点糯米的感觉出来了 对 非常糯 很好吃 甜甜的 对 我现在来到了新海府幸福大酒楼的后厨 我来这里干什么呢 我来这里是带大家看海南第一名小吃吉祥针堆 尖堆在海南又称针袋 一种油炸米制品 是海南人节日祈福的吉祥食品 民间的尖堆不过拳头大小 而自国以来呢 人们讲究尖堆越大越吉祥 新海府的吉祥针堆 在传统尖堆尖炸工艺基础上 经过精心研制技术创新而得 其外形比篮球还大 色泽金黄混圆中空 薄脆清香 它象征着人们家庭团团圆圆 事业红红火火 裁员滚滚而来 吉祥针堆尖堆 建国保育台 武道财道 吉祥针堆尖堆 好 吉祥针堆一敲 保育自然来 好 好 哦 对 大家不集上主意啊 来 私给我们的摄像机看一下 谢谢 好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最后把香茅油烧热至180度 再把烤好的乳歌放入油内 炸至金黄色后 即可装盘上桌 吃香茅乳歌 其实吃的就是它味道的创新 香茅这种食材 以前在海口本地菜中并不常用 但作为中国最南端的省会城市 海口对于博来文化向来都有着极大的包容性 就像咖啡在海南的流行一样 主要使用于东南亚菜系的调味品三毛 正紧随潮流变化的节奏 成为海口人追捧的口味 香茅乳歌除了味道特别 它所采用本地原粮喂养的乳歌 也为割肉的品质提供了保障 还有一点也是令人嘖嘖称奇的 还有一个木丹丹是肉嫩果 它的骨头都可以吃的 要不得吃下骨头 真的啊 要连骨头都吃 骨头都可以吃啊 对 它的骨头又软的 嗯 我都吃下去了骨头 这叫吃香茅乳歌不吐骨头 嗯好吃 我们这里割谣主打的是 一个叫做香茅乳歌 不管是说养殖 加工还是商品上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那么我们也紧紧抓住 这个海南这个鹤油的优势 我们要养殖海南 是叶子绕的骨子 我们从推出 面试之后 鹤油非常介绍 从商品的角度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南沙的面生产 这个很有食欲 这个是龙虾 蒜龙 开边龙虾 这个龙虾是我们自体吃的吗 对 我们这边的 海南区 海南这边的 它做法是蒜龙蒸 很香口 那这个是鱼肚 这个应该是你们的拿手菜了吧 也是我们这边的拿手菜 但是这个菜是一个很传统的海南菜 就一般的宴席 高档的宴席都会上 它主要是用我们的黄曼的鱼肚 黄曼鱼的鱼肚 对 是不是现在鱼肚都是吃蛮鱼的 这个比较好 这个比较好 这个很有意思和创意 这个鱼肚是什么 这一个是一个蒙古包 蒙古包 拼了一个点心 然后鱼是叶子糕 这个叶子糕是我们的 叫做很有特色的 客人点心率是很高的 然后我们把它拼在一起做个点 美景品牌 这个鱼是一鱼两吃 一鱼两吃 但是它的菜主要特点还在那里 就是我们本地的黄皮 黄皮 对 做了一个酱 对 然后蒸我们本地的龙胆鱼 龙胆鱼就是大石斑鱼吧 对 类似的有很大的石斑鱼 这个是什么 果酥夹 果酥夹就是什么 冰的一个小炒 果酥夹这个里面它有一个特点 它很酥脆 里面有我们本地的水果就是芒果 再一个就是配了一个紫菜片 还有我们的鱼子丝 然后上了一个酱 然后上了一个酱 然后上了一个金仁片 拿来炸 那这算酱食还是甜食 它这个拼菜 指的菜感觉导致更高一点更大 轻一点 这个是什么 像麻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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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鼻子尝尝的那个 对 对 好了 我们做的是冲浪的 什么 冲油淋的 好 吉庆宴是吉祥喜庆的象征 也是海口人逢年过节 都喜欢吃的美食 7月2017年 我们海南省统计局的数据 全省的餐饮收入是276亿 全省在侧的那个餐饮商户 大约四万五千户 餐饮从业人员是38万 这38万当中有占80%的 的劳动力来自农村 那么这极大的带动了 我们海南的这个农村的脱贫 海口的这些传统美食 它已经不再是单单的 让客人品尝美味而已 它甚至形成了一个带动 海口地区 能复脱贫的一个重要的 支柱产业 如果说 非得给美食一个公式的话 那么我认为 只有把骨味的调和 食材的处理和用心的烹饪 结合在一起 才能呈现一道令人 赏心悦目的作品 而我通过这几天的采访发现 无论是张琼妹 还是陈建胜 陈东川 他们呢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做事走心 传承也好 创新也罢 他们都怀揣着一颗感恩的心 虽说是就地举财 但也是精益求精 服务一方百姓 这里把琼菜文化 推向一个更高的平台 相信他们通过今后不懈的努力 会为百姓呈上更多更好的 穷式美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李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